必定成佛 哥哥,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早上来见师傅时还很担心 听完师傅讲完玉利宝超跟故事后 觉得自己懂更多了,所以就开心啊 虽然是这样,但是还在定义受苦的人怎么办呢 别担心,还是有救的 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雌云灌顶法师 这位法师很了不起 通宗通教,显密圆容 他在解形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著作非常丰富 在他所作的《观无量寿经指指书》里提到 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为三要 要相信有净土可去 处在恶鬼畜生到的众生 只要生起信愿之心 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即得往生净土 由于弥陀愿理及功德理 即使犯下忤逆重罪之人 也得以往生 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 一闻佛名,灭无量 结生死之罪啊 譬如,如百量车心 心火也能烧尽 万年的暗示 一盏小灯火就能照破 念佛的功德也是这样的 念佛的功德这么大 但是一般人却很难信受 师父跟你们讲两个 念佛往生净土的真实故事 唐朝时候,有一位张善和 这个人是个屠户 杀牛的 一生不知道杀了多少牛 临命中时,阴静现前 很多牛头人来跟他损命 救命啊,救我 阿弥陀佛 施主,你怎么了 有好多牛头人 要来向我讨命 法师,请救我 观经上说 若人灵中,地狱向陷 至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能往生净土 免除地狱之苦 赶快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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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头人不见了 阿弥陀佛来接迎我了 张善和 福报不错 遇到这位出家人 多念了人 这也说明了 这个念佛法门 是无比的殊胜 还有一个银科法师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故事 宋朝 宋朝有一位银科法师 他虽然出家 但是他在戒律方面 多有毁饭 没有按照佛法的清规戒律来做 过了一段时间的反省 他良心发现 心中感到很恐慌 哎呀 麻烦了 像我这样子 很多戒律都有毁饭 我出家一场 岂不是白白出家 甚至反而要堕落呢 银科想到自己 必定堕入地狱 非常害怕 求教于同餐 有没有方法能救他 一位同学给他一本 《网生传》看 他看到一个个念佛往生的事迹 不禁流下眼泪 非常感动 于是他下定决心念佛 他把疗房门关起来 一个人在里头 不眠不休 三天没吃饭 也没睡觉 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念到底 念了三天三夜 阿弥陀佛真的现身来了 你还有十年寿命 十年之后命终时 我来接以你 阿弥陀佛 我十年的寿命不要了 我现在就跟你去 因为我的劣根性太重 只要外面境界一诱惑 破解犯罪的念头就会生起 完全没有办法抗拒 所以 现在我下定决心 要到极乐世界去 那好 你收拾准备 三天之后 我来接应 寅根法师非常欢喜 于是开门出来 便告寺里的人说 三天之后 佛要来接我了 你们各位 到时候请一起来念念佛 我三天之后 要往生极乐净土了 他的道友没有人相信 但也有人将信将疑 三天之后 大家把早课 改为念佛来送他 许多人心里想 且看你如何往生 如何收场 大众潜心念佛不久 阿弥陀佛果然如其前来接引 尹克法师真的走了 非常殊胜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么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